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拖后腿的 巨胸何必如此自欠 你的机关雄威力 更胜过一般武人 那 如果几位已经准备妥当 我们这就出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走快些 进入主路 便会有岩壁遮挡阳光 不知道会不会遇见明姑娘 对付邪教也能多个帮手 也不知他们要去向哪里 有趣 风声漫长 难得又有让我好奇之事 就陪你们游戏几日办 吓唬 音乐 不准备 逆并不准备 惹 撤柔 佛 泥 嗤 強 今天的目印象就是蓝色差一点 果然是新的 drag级細新冷却的 打赴一下 分數目印象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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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中文字幕 月经理 和声唐 中文字幕 李文勒 小幽to 杨子 宝贝 中文字幕 李文勒 heh 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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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不舒服 月姑娘中暑了吗 先喝点水吧 这里还不算太热呀 我都没觉得怎样 其一向不乃干热 骆兄 这里离落日部还有多远 还有不少路程 不然我们休息一会再赶路吧 这是血腥味和小秀的气味 我都没想到 我都没想到 小秀儿 还不快谢我 贤亲 你不是去尾随洛昭言了吗 为何出现在此 韩江兄若是见到你对长辈如此无聊 不是该如何伤心的 你算什么长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罗昭言也向此处来了吗 你说呢 他不是在追查邪教之事吗 为何来此 莫非 落日不与邪教有关 或许吧 世间之事 对你这般的妖物 不都是一个或许 或许吧 方才 那群妖兽 似乎在围着什么 有趣的来了 你觉得有趣的事 通常旁人都不会觉得有趣 有两处声音 一处音是 洛昭言异性的脚步声 另一处是 古怪的哨音 哨音 是 只有妖物才能听见的哨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姑娘 老远就听见打斗声 果然是你在除妖啊 小心 先对付敌人 又干又热还要打怪物 好难受 这招 你尽量躲我身后 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 2 2 4 5 10 18 1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洛家主关心 明秀无恙 不知洛家主因何出现在此 我们发现这附近的洛日部 与启魂邪教有关 因此前来探查 原来如此 我这两日都在附近寻找商人妖物 今日行到此处 听到妖兽喧哗 发现此地聚集了一群小妖 未曾想之后 忽然又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妖兽 还要多谢洛家主的援手 不敢 这位是 在下贤卿 是明秀的旧师 受她的师父所托前来相助 不知公子归姓 归 啊 姓名不过是身外浮云 何须在意 你们同小秀儿一般换我贤轻便好 啊 小 秀儿 哦 两位是 正经说来 我和她的师父平辈论交 小秀儿要换我一生世书 原来是修行有成的前辈高人 前辈 还不知几位尊姓大名 哦 失礼了 在下洛昭言 西域洛家家主 这位是居时芳 也是正五盟人士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月经昭和月琪 嗯 小石方 小金昭 和小琪 金昭说过 别人都不能叫我琪 那 小月如何 哦 月姑娘 你就这么接受了呀 算了 有种较真就输了的感觉 洛家主 方才那些妖兽 似乎在那边寻找什么 哦 我们快去看看 第一次看见 这名姑娘逃跑的样子 人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面貌 很有趣 真倒霉 一不小心跑了个人生 居然又撞到洛昭手里 可惜这个人生还没来得及 重上神物 不然我现在神力一催 就能让他永远闭嘴 算了 反正那位大人说的 这里的事都交给他处理 我还是先回中原吧 大人 这儿有个人 如何 她被妖物所伤 中了妖毒 我已稍作处理 但还是尽快送她到 落日部医治为好 我之前 曾进村查探 当地有位叫 扁落环的大夫 医术十分精湛 等等 落日部可能有 启魂邪教的具体 而这妖兽 出现在村子附近 又跟福金堂的妖兽 有些相像 说不定 也跟邪教有关 如此说来 方才那只妖物 出现前 我曾听见过 奇异的声音 应是指挥妖物之路 莫非 村人与邪教勾结 豢养妖物 明姑娘 落日部现况如何 此前 并未发现异常之处 但回想起来 我曾询问村人 是否曾被妖兽轻扰 他们回答不曾 可路过的行人 却屡屡欲行 不管怎样 先想遭点总没坏处 邪教在落日部的势力 可能已经超出 我们的预计 那我们带着这么个 昏迷不醒的人进村 就麻烦了 那 我们先把他送回落家 岳兄所说不无道理 但不论是救治伤者 还是追脚邪教 都不一再拖延 对了 明姑娘 你不是有 什么 没 没什么 金章 我要喝水 刚才的怪物 要真是邪教的 我们很可能已经惊动了他们 最好 还是尽快赶到落日部 以免他们逃跑 不过进村后 一面要打探邪教消息 一面要保护这个人 我们的人手一分散 要是再被敌人偷袭的话 士叔可有想法 你还真是见不得我偷闲呢 你们担忧因他而被敌人 个个击破 那不如想想是否能够 守株待兔 不错 我们的麻烦 正是我们最好的调花 冷酱 等一 再往 等一 到 到 一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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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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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别急 随我来 大夫在吗 来了 林姑娘 是你啊 你是大夫啊 再等一下 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找水喝 姑娘不舒服吗 你是大夫吗 感觉一点都不像 都像是刺客杀手什么的 这么巧啊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带她进来 此处的风景倒是不错 大夫人 他怎么样 你们之前处理得当 我在施针去毒 你无大爱 不过 他失血过多 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 多谢扁大夫 再谢 诊费我也不会什么说的 不过 不知这位小哥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看他的伤势 难道是遇到了什么眼收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 这位是洛家的家主洛昭言 前几天 明姑娘来洛日补除妖 洛家主放行不下 就带我们前来帮忙 正巧 我们在半路上遇见这个人 被妖兽袭击婚女 就带她来村子里找大夫你了 原来如此 編大夫 我们要到村里找个地方借住一晚 这人 就先拜托你了 还有 棋不大舒服 能不能 让她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当然可以 我似乎也有些中暑 想休息一下 洛兄不怎么会作息 让他装病和其一起留下 也好提防这个扁大夫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有点担心自己会不会露下 贤清兄刚才一个人在外面 有查探到什么 查探 我只是见此地风景独特 欣赏了一会儿而已 嗯 趁天色还亮 我们开始演出吧 往日让你做什么 你都推三阻四 今日竟如此配合 为了接近洛昭炎 真是辛苦师叔您了 是啊 我也自觉辛苦得很 因此正打算去消睡片 您请编 唉 小休儿真是不如又是可爱了 你怎么认识 你呀 我真的适合的 我来不照顾 一笔 吃着 我来不照顾 你 他 拍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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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